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十月二十六號星期四的公序 早安新聞 我是曾威仁 接下來帶你來關心到天氣 今天的天氣跟昨天類似 清晨最低溫 只有十五點九度出現在新竹的關係 各地都是多雲稻情的好天氣 只有馬祖會有局部短暫雨 而基隆北海岸還有東半部地區 會有零星的短暫雨 在溫度方面 北部的高溫是二十七到三十度 而西半部這邊是三十三十一度 東半部是二十八二十九度 低溫普遍在二十一到二十四度 西半部的日夜溫差會比較大 所以早出晚歸的話 就要記得適時來添加衣物 再來關心到降雨的部分 主要是在東半部地區 還有午後的中半部三區 會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形 有下雨的地方 整體的雨勢上是不大 也比較零星 不過入夜之後 就要來關心到水氣 會逐漸的來增加 北部地區的雲量會比較多 而也開始會出現到短暫雨 明天白天 東北季風增強 加上華南雲雨區東移 北部以及東部的宜蘭花蓮 天氣會轉涼 高溫會下降到二十五度左右 降雨也會變得明顯 中南部地區雲量也會增加 還會有零星降雨的情況 關心完天氣持續帶你來關注到 蘇花路廊台九線新澳隧道 二十號發生了砂石車連環狀的重大事故 造成一死十一傷 肇事駕駛被檢警查出超速跟超債 以過失致死罪送辦 檢方訊後以二十萬元交保 面對鏡頭不發異語 壯士蔣姓駕駛在蘇花路廊台九線新澳隧道 連環撞擊前車造成一死十一傷 訊後被警方以過失致死罪嫌送辦 原本公路局初步說明 駕駛沒有超速 不過監警調查車內行車記錄器 發現事發當時 上市車時速高達七十五公里 超過四十公里速限 而且違規超載 甚至完全沒有踩剎車 這一狀十幾輛車受到波及 釀成死傷 目前傷者都已經出院 至於張姓死者 檢方相驗完後 認定死因是全身多數挫傷 修科致死 造勢的蔣姓駕駛工程 是因為精神不計謊神 才衝撞前車 究竟事故原因為何 人帶檢方釐清 只是這並被蘇花公路 動澳至南澳段 第一次發生重大的車禍 二零二一年以及二零一六年 都曾發生造成多人死傷的交通事故 分別導致六人和四人死亡 因為那邊會不會誤以為是說那邊可以加速 所以這一段我們還是覺得說 那個蘇花鞍趕快退錯了 綜合規劃案已經送到部裡面 在審核 那環庭的部分也送到部裡面在審核 地方認為這個路段相當彎曲 尤其信號隧道短短一公里 前後卻都有大彎道 是容易發生事故的主因之一 呼籲蘇花鞍盡速完工 蘇花改工程處則表示 全案的綜合規劃 以送交通部審核 如果順利二零三二年 就能完工通車 記者林靜倫 宜蘭報導 新北市昨天上午一年 發生兩起大型車的車禍 有拖曳車駕駛 因為精神不計 衝撞施工圍欄 也有水泥車的駕駛 是車輛突然的翻覆 近來大車交通事故頻傳 要如何對職業駕駛 做有效行車控管 那麼交通部長王國財 就表示將檢討回訓制度 一代堆百密散落露面 沿路灑了幾公尺 車頭嚴重回損 當風玻璃碎裂 二十五號清晨五點半 駕駛開著硬車 在千包米送貨 到臺北大學附近 因為精神不計 衝撞施工尾欄 乘運民眾路過也慘遭波及 行人雙膝受傷 送以駕駛酒車子為零 水泥車橫躺路面 警方到場管制 同一天換個地點 也經傳車禍事故 一名四十歲男子 上午十點多 開水泥車 行進新北市新店 在新屋路一帶 突然反覆 駕駛當場失去 呼吸心跳 救護人員到場急救 最後還是宣告不治 反覆事故也造成 一名行人骨折 只見大型車 交通事故頻傳 雲林和蘇花路廊 這幾天更接連出現 遊覽車與砂石車的 嚴重車禍 交通部長王國才就表示 檢討大型車回訓制度 我昨天大概做一個檢討 就是說對於像這一種 這個連續有這種行為 超速或是這種行為的 除了現在的這個 我們祭典制度以外 我是覺得可以 就他們這種連續換的行為 不一定要三年回訓 原來的制度 要求營業大客車駕駛 每三年照回訓練 包含行車安全 交通法規 照式預防處理等等 得上六小時課程 並通過測驗 回訓才算完成 但是要對職業駕駛 做更有效的行車管控 不排除把現行制度加嚴 就怕單靠回訓 無法解決全面問題 立委也質疑 職業駕駛 所屬公司 沒落實督導責任 還是能在憑藉拿高分 交通不允諾 檢討遊覽車安全 憑藉項目 對業者苛責等事宜 預計三週內提出書面報告 記者 陳立峰 台北報導 再來看到今天的早餐書報 首先看到聯合報的部分 大學徵選入學委員會 好事入學分發委員會 昨天公告了113學年大學繁星推薦 申請入學 以及分發入學的學校系參財科目 多達147個學系 出現申請入學不看國文 分發入學卻回頭參財的狀況 在招生壓力之下 有270個科系只參財一科 再來看到中國時報 台中市成功領替代役訓練班幹部 二十四號晚間緊急要求全員將所有用品帶下樓 進行俗稱大地震的內務檢查 集合過程中有三名學員因為受到驚嚇 返回寢視後氣喘發作 扭傷手腳 送往國軍台中總醫院治療後 無礙已回部隊修養 最後看到自由時報 通經的退役流姓上校被控吸收五名 現役及退役軍官以及一名民間人士 為中國來刺探軍情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昨天判處二十年 有期徒刑 追繳一千六百七十多萬元的不法所得 民進黨立委趙天霖爆出 與中國籍女子婚外情 昨天他卻再度出面表示 他在私裏域犯錯 因此退選已是負責 也願意接受國安調查 趙天霖的退選讓民進黨高雄立委佈局出現變化 被點名的市議員郭建盟 黃文藝 以及黃傑都說準備好了 高雄市長陳其邁表示 會考量鎖定年輕世代的政治人物 原定二十五日上午受訪的民進黨立委趙天霖 直到下午兩點半才現身 面對國民黨質疑他的婚外情恐涉及國安事件 趙天霖要對方別歪樓 他說私領域犯錯退選已是負責 願意接受調查檢視 也歡迎國民黨立委比照辦理 不管是從黨的態度 黨的調查 立法院的紀律委員會的調查 國安調查我都非常願意接受 因為我覺得我是無懈可擊的 但我也很願意約馬文君委員一起 我們是不是可以一起這麼做 趙天霖爆出婚外情後退選 讓民進黨高雄立委選情再添變化 原本民進黨立委要巴西全雷打 劉世芳以健康問題退選 換同選區議員李博裔參選 選前不到三個月 第六選區又重演正前換將 市長陳其邁尊重趙天霖決定 會跟中央黨部討論 針對生根年輕世代的政治人物做評估 高雄市選委會表示只要九月十三日前涉及高雄駐滿四個月都能參選立委 新生代同黨議員像是黃文藝 郭建盟 黃傑都被點名 參選與否態度開放 但局系簡換宗以及資深議員李喬如直接表態不選 曾擔任議員的觀光局長高敏玲 以及海委會主委管碧玲也被點名 地方也希望中央儘早推出人選 化解選民的焦慮 機層要中央快點決定人選 力拼守住這一席 同選區競爭對手陳美雅則要相關單位查清楚有無不法 趙天霖即使退選造成的政治效益還是語破蕩漾 記者王耀廷 孟昭全 許正俊 莊志成 高雄台北報導 民進黨主席的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昨天在中常會要求全黨莫忘初衷 如果言行失序必定嚴明黨紀 藍白盒則持續卡關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喊話 會以最大的耐心與誠心 同理心來換位思考 希望柯文哲也能這樣做 而柯文哲是召開政策記者會 鼓勵長者重返職場 打造長壽經濟 民進黨高雄市立委趙天霖 涉婚外情宣布退出二零二四立委選舉 身兼民進黨主席的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二十五日在中常會要求全黨莫忘初衷 更說重話倘若言行失序 不符合社會期待 黨中央必定嚴明黨紀 不會因為為了要國會過半 或者是為了要保住任何一席立委的習慈 而犧牲本黨的原則 二零二四大選腳步逼近 但藍白盒卻持續卡關 對於此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表示 會以最大的耐心與誠心 同理心換位思考 希望柯文哲也能這樣做 會有儀也在臉書發文喊話柯文哲 要讓臺灣贏就不能只想到自己 希望柯文哲能讓步完成藍白盒 柯文哲形容國民黨提出的 民主初選方案如同批霜 上午也召開政策記者會 鼓勵長者重返職場 打造長壽經濟 三大解放包括要對五十五歲以上 提出壯士代文化運動 政府帶頭證明 去除老人的負面標籤 其次是成立第三人生大學 退場大學養生參化 讓壯士代積極追求人生 接著是數位正義轉型 米平世代間數位落差 至於鴻海創辦人國台名 今日則無公開行程 接著我們謝正林 王新中 台北報導 總統和立委選舉 將在明年的一月十三號舉行 中選會昨天在台南舉行 投開票模擬演練 如果發現恐嚇工作人員的字條 或者是可疑包裹 還有投票所碰上活警等狀況 要如何排除 簿名包裹出現在投開票所 選務人員請警方確認無誤 立即暫停投票程序 將人員撤出 另一場景則是投開票所疑似 有恐嚇選務人員的字條 按部就班排除狀況 這次總統及立委選舉 中選會接連模擬好幾項突發狀況 讓選務人員即時應變 因為中選會借過消息 這次選舉境外勢力恐全面介入 二十五日下午這場模擬還有演練投票所火警民眾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拍攝他人投票如何應對 要確保投開票過程萬無一失 總統大選備受關注有受刑人聲險在監鎖設投票所獲准 中選會提出抗告 李敬永也說明法律及執行面都有待商榷 中選會強調會依據法律裁定來執行 就等結果出爐後與法務部討論後續事宜 紅海集團旗下的富士康正遭到中國有關當局的調查 國台辦證實調查是正常的執法行為 還說臺灣企業在分享紅利時應該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學者認為紅海創辦人郭台銘正在進行獨立參選總統的連署活動 中國此時出手的政治干預意味相當明顯 除了警告郭台銘也試圖嚇阻台商 紅海在中國的旗下企業富士康近期傳出遭到中國官方 稽查稅務用地 國台辦25號首度證實表示 對所有的企業一視同仁 調查是正常的執法行為 支持台商投資但表明臺灣企業應該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紅海則維持二十二號的眾訊說明 表示會積極配合相關單位的相關作業 由於紅海創辦郭台銘正在進行獨立參選總統連署活動 更多次提到要跟柯文哲合作 現在中國查稅消息一出 他公開活動減少 學者認為中國此時出手 政治干預意味相當明顯 試圖影響大選 吳色智認為除了警告郭台銘 這次富士康與先前侵略台商被調查的案件不太一樣 中國可能對於臺灣選情感到焦慮 試圖採取拖延戰術 在大選前嚇阻台商不要觸及政治踩到紅線 記者韓英朋友組台北報導 我國與加拿大完成台家投資促進及保障協議的談判工作 經貿辦表示此協議為近年來與各國所簽訂的投資協議中提供投資人最完整的保障 不僅能促進台家經貿往來也有助臺灣加入CPTPP 臺灣與加拿大在今年二月正式啟動投資促進及保障協議談判 雙方經過多個月的努力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在二十四號晚間宣布完成FIPA的談判 待完成法律文字檢視與各自行政程序後即可正式簽署 經貿辦表示所簽署雙邊投資 投資協議共有四大面向包含平衡投資者權益與地主國規範權利的包容性 提供完整的投資保障規範讓投資者有可預測穩定的投資環境 以及投資促進便捷化 對此學者認為將有助臺灣企業全球投資布局 這種投資保障的這樣的一個協議 其實有助於促成這個供應鏈 那未來對我們的這個商品的出口 應該還是會有拉抬的效果 經貿辦說臺加爾兩國互為重要經貿夥伙伴 去年雙邊貿易總額為五十八億美元 臺灣更是加拿大在亞洲第六大貿易夥伴 累計至二零二二年底臺灣對加拿大投資金額近六億美元 加上來臺投資金額近十億美元 而我國企業在加拿大主要的投資業別為IC通路 黃之芳認為由於美國墨西哥及加拿大共同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USMCA享有零關稅的待遇 在臺加深化經貿關係後 也有助臺灣企業打入美墨加整體市場 聯合國安理會週二召開會議 秘書長古提瑞斯譴責加薩慘況違反國際人道法 還提到巴勒斯坦人數十年忍受以色列佔領土地 引發乙方強烈不滿 要求秘書長立刻下臺 加薩圍困區目前缺乏物資和電力 不僅醫院運作困難 擁擠的難民營也傳出許多孩童染病 庇護區搭滿祕密麻麻的帳篷 許多家庭擠在小小的空間度日 隨著以色列增強對加薩走廊攻擊力度 數百萬巴勒斯坦人被迫難撤 導致難民營負荷沉重 物資匱乏 民眾面臨健康風險 醫院的情況也不樂觀 大量遭空襲的傷患湧入 但加薩地區被以軍斷水斷電 醫護人員只能用手機光源照射 才有辦法進行急救 如此慘況引發各界踏罰 許多西方國家紛紛呼籲人道停火 聯合國秘書長則譴責加薩走廊的情形 明顯違反國際人道法 古提瑞斯進一步表示 哈馬斯十月七號發動的攻擊 並非憑空發生 指出過去五十六年 巴勒斯坦人民忍受窒息式佔領 儘管這些不滿不能作為哈馬斯的攻擊理由 但巴勒斯坦人也不該遭受集體懲罰 不過這段言論卻點燃以色列的怒火 以色列軍方宣布 已做好地面戰準備 一旦政府下令就會進攻 另一方面各方也嚴密注意伊朗的行動 伊朗被認為長期資助哈馬斯 美國國務卿二十四號警告 儘管目前無疑與伊朗交火 若美方人員受到伊朗或其他代理國家攻擊 美國會果斷採取反擊行動 而伊朗則否認涉入哈馬斯的行動 更痛批美國跟以色列同謀 導致衝突惡化 其他阿拉伯國家也呼籲 這場十七天的衝突必須立即停火 公視新聞兩眼編譯 以色列總理 那坦雅胡二十五號表示 已準備好地面入侵加薩 有報導指出 這話講了好多天未見行動 是因為要讓美軍有足夠的時間 部署這個地區 此外空襲轟炸也不曾間斷 造成更多巴勒斯坦的百姓上升 有些家庭成員戴上手環 萬一被架死還能認識 這是一條死亡後 預約最後希望的手環 但最好這輩子都用不到 外頭已經死了太多人 萬一轟炸過來成為戰火王魂 認識時看手腕 才能辨識出是一家人 就不會埋入無名式的萬人種 這名嬰兒在戰火下被救出 並緊急送醫 加薩衛生部門二十五號表示 過去二十四小時內 共七百五十六名巴勒斯坦人喪生 其中三百四十四名為孩童 當世界多國領導人呼籲停火 施壓人道救援優先 以色列持續轟炸 以色列告訴加薩平民往南躲避 卻又攻打南部 死了一堆無辜老百姓 引發國際社會質疑鬼詐 以軍二十五號表示 只要有哈馬斯的地方就打 若哈馬斯與百姓混在一起 就是合法目標 華爾街日報引述 美國跟以色列官員的話報道 以色列同意 暫時延後入侵加薩 以便讓美國盡快將 飛彈防禦部署到該區 保護駐紮的美軍 這也反映出美國 對加薩戰爭 將蔓延到中東地區的擔憂 美國官員對此回應 華府已向以色列表達 這方面的憂慮 也就是對伊朗及伊朗支持的 伊斯蘭武裝組織 恐怕藉由襲擊美軍 將衝突升級擴大 以色列入侵加薩 可能讓伊朗代理人 按下戰爭鈕 美國總統拜登二十五號 與來訪的澳洲總理 埃班尼斯會面 提到以色列應該與阿拉伯國家 相容避臨 他認為哈馬斯襲擊以色列 行動原因之一 是為了避免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 關係正常化 此外對於哈馬斯宣稱的死亡人數 他也不太相信 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二十四號 估計加薩境內 有超過一百四十萬人流離失所 加薩 埃及跟以色列 邊境官房都已關閉 百姓其實是困在這塊飛地中 公視先玩黃韻玲便宜 美國至少有三十三個州 包括加州和紐約州等 針對Meta公司 向加州聯邦法院提出訴訟 另外還有九個州 是在各自州份提訴訟 控訴旗下的IG和臉書 故意設計一些功能 讓兒童沉迷損害他們的心理健康 美國包括加州和紐約州 在內的至少三十三個州政府 正在向加州聯邦法院 對Meta公司提出訴訟 稱Meta長期在未經過父母的同意下 蒐集十三歲以下兒童的大數據 使旗下的IG和臉書 故意設計一些功能 刻意引誘幼童與青少年沉迷 損害他們的心理健康 此外另外還有九名檢察長 包括華盛頓特區 正在各自州份對Meta提出訴訟 採取法律行動的週數高達四十二個 檢察長控訴對企業而言 兒童長期以來一直是具吸引力的客群 在他們處於交易受影響的年紀 企業希望吸引他們成為消費者 強化他們對品牌的忠誠度 而對Meta而言 年輕消費者可能有助於吸引更多廣告商 他們希望兒童長大時 可以繼續購買他們的商品 在這些的案件中 Meta違反一項州法律 可能面臨一千到五萬美元 約新台幣三點三萬到一百六十三萬元的民事罰金 由於有數以百萬劑的幼童與青少年使用IG 罰金可能會迅速增加 而Meta則表示已提出至少三十種工具支持青少年與其家人 另一方面針對以哈衝突 許多社交平臺上都轉發相關訊息 歐盟委員會已給Meta一星期的時間提出新措施 來打擊恐怖主義暴力內容及仇恨言論 在旗下的平臺上傳播 並且刪除非法與不實內容 根據歐盟數位服務法大型數位平臺像是臉書等 若不刪除非法內容 將面臨高達全球營業額百分之六的罰款 公視新聞省路配編譯 馬來西亞的半導體產業擁有全球百分之十三的市占率 被譽為東方矽谷的冰城 五十一年前就迎來國際大廠像是英特爾博士到當地投資 中美貿易戰加上疫情 全球半導體產業正轉向中國以外的避險基地 冰城因為擁有豐富的人才和成熟的供應鏈 成為不少跨國企業的投資熱門地點 一起看國際公視國際記者劉苑山 來自當地的追蹤報導 美國的英特爾 德國的博士和英菲林 在冰城設廠多年 最近都宣布在冰城加碼投資 馬來西亞是全球第六大半導體出口國 強項是產業鏈下游的封裝測試 擁有全球百分之十三的市占率 被譽為東方矽谷的冰城 在全球的半導體銷售額就佔了百分之五 許多國際大廠來到冰城投資究竟冰城有什麼優勢 五十年前我們已經開始了這個半導體的發展 那個時候英特爾他才成立兩年在美國 然後他們第一個海外的生產地 他們就搬到了冰城來 冰城1972年轉型成工業重鎮 包括英特爾等八家知名半導體公司 入住 為冰城帶來技術和人才的提升 荷泰電子在冰城深耕三十一年 為了響應台灣時任總統李登輝的南向政策 董事長李洪榮資深來到冰城 二零一七年在當地投資了約二十三點五億 新台幣促成當年臺商在馬來西亞的最大投資案 現在算起來很幸運 那因緣機會在一年之後蓋好之後 碰到美中貿易戰 所以18年其實我們客戶都急著轉單到馬來西亞 以前可能是世界性的供應鏈 今天可能是區域性的供應鏈 所以冰城就可以說是非常的幸運 因為我們也有這個機會來參與 來配合這個新的供應鏈的成立 中美貿易戰導致半導體供應鏈轉移 冰城搭上了這趟順風車 背後靠的不僅是幸運 更是在半導體產業生耕多年的實力 公視國際記者劉苑山馬來西亞冰城報導 焦點回到國內 高雄市陸竹科學園區內有一處工地 昨天下午發生土堆貪方的重大公安意外 兩名工人遭埋 其中明月五十歲的男性工人救出時 已無呼吸心跳 另一人腳步受傷送醫救治 消防局表示兩名工人進行消防管線浴埋工程時 不慎遭土方活埋 消防局出動汽車十五人前往救援 發現一名六十四歲男子下肢被壓住意識清楚 被救出後腳步有傷送醫救治 另一名年約五十歲的男子被救出時已無呼吸心跳 所幸經過搶救恢復生命跡象 勞保年金預計在二零二八年破產 各界關注改革何時啟動 勞團也批評勞工退休保障不足 勞動部只會要勞工多多自提勞退 自求多福 勞動部長許明春對此表示 勞保改革牽涉的層面很廣 會持續溝通收集意見 也強調明年會撥補勞保基金一千兩百億元 有政府就不會倒 各界關心勞保年金何時啟動改革 根據勞保局最新的精算報告指出 勞保如果不啟動改革 預計二零二八年會破產 勞動部長許明春二十五號到立院 針對勞工退休金制度改革 專案報告特別強調明年會加碼撥補 勞保基金一千兩百億元 卻完全沒有提到改革方案 引來朝野立委連番追問 南委質疑民進黨政府執政七年多 卻一直必談勞保改革 用持續溝通的理由堂塞 立委則建議政府撥補勞保基金要法制化 不過勞團批評勞工退休保障不足 勞動部只會要求勞工 多多自提勞退 多儲蓄 多投資 自求多福 由於包括調整勞保費率 改變給付條件等 都是讓勞保永續經營的項目 許明春強調這些項目的溝通不易 會持續溝通收集意見 也強調政府撥補是很重要的面向 政府已經連續四年撥補勞保基金 記者陳嘉欣 張子佳台北報導 台北市雞蛋工會宣布雞蛋產地價 與批發價每台金調降兩元 並坦言受到進口雞蛋拖累 導致本土雞蛋買氣低迷 農業部代理部長陳俊暨在立法院表示 很遺憾部分縣市停止供應液氮 呼籲地方政府重新檢討限制使用 教育部長潘文中也希望各縣市重新評估 台北市雞蛋商工會二十四號宣布 產地與批發價格每台金調降兩元 買氣變差主要是受到進口雞蛋一律衝擊 店家說確實有影響 但也有消費者說照吃不悟 農業部代理部長陳俊暨坦言 進口雞蛋錯標 目標效期影響信心 但是呼籲停止學校營養午餐供應液氮的部分 提振消費者信心 民進黨立委則要求農業部硬起來 因為學校午餐本來就只使用國產液氮 該把關的是地方政府 你要讓人家重新考量 你必須要讓人家安心 沒有一個家長可以放心去吃一蛋 這個是目前的狀況 所以我們希望農業部也要硬起來啊 過去跟現在從來沒改變過 教育部長潘文中強調 營養午餐使用的幾乎都是國產蛋品 希望禁用縣市重新評估開放 讓學生享用雞蛋 否則有可能影響到學生的營養均衡 長期下來對學生的健康沒有益處 記者林靜梅 吳家寶 吳其昌 臺北報導 雲林縣古坑鄉的幼兒園傳出不當管教行為 兩名幼保員對好動的幼兒 用透明膠帶把人黏在椅子和地板上 受害幼童多達五人 古坑鄉公所按照勞基法將兩人解職 幼兒園爆出不當管教行為 這間位在雲林縣古坑鄉的幼兒園 9月23日傳出因為兩歲多的幼兒好動 幼保員沒勸導 反而用透明膠帶 將幼童捆綁在椅子及地板上 有職員發現後告知園長 兩名幼保員坦承有不當管教 承諾不再犯 獲得原諒 但有家長進一步詢問 原方調閱監視器才發現 不當管教不止這一樁事件 受害人數打五人 原方表示兩名不當管教的老師 十月十一日也要求不帶班不進班 後續停職接收調查 兩人也提離職 不過古坑鄉公所認為 以違反教保服務人員條例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等法令 並按照勞基法將兩人解職 其實他的事證很明確啦 所以我們在會議裡面 也是直接指示我們會 成立一個調查小組 進到援所裡面去做調查 調查完之後呢會針對這個事件 會有後續的處置方式 跟建議的處理方式 讓援所去做處理 雲林縣政府教會處表示 接獲通報後成立調查小組 已派員到幼兒園瞭解 由於影片試證明確 將在一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 同時也會安排專業人員 到校關心孩童身心狀況 記者黃子傑 張敏茹 王微雄雲林報導 相遇國際的知名導演侯孝賢 因為失智症退休 侯島的兒子證實 父親罹患阿茲海木症 原本籌備中的電影也確定停拍 侯孝賢兒子發聲明 侯島先前因為確診新冠肺炎 後遺症連帶影響病情 才暫停拍攝 現在已經完全回歸家庭生活 並且安心休養 身心狀態平順並無大礙 2015年指導的刺客內娘 恐怕成為侯孝賢生涯 最後一部作品 三軍總醫院日前收支一名32歲的 印尼籍女性看護工 來臺六年未曾返鄉 基因檢查發現感染汗生病 還合併罕見的螺絲現象 最後因為腸胃道出血等 併發症不幸過失 一名32歲印尼籍女性看護工 被送到醫院時 四肢皮膚已經嚴重壞死結肢 個案發病之前曾經出現間歇性關節疼痛 但未曾就醫 後來病況惡化轉診到醫學中心 經過基因檢測才發現原來個案是罹患了 汗生病 合併罗氏現象的罕見案例 雖然緊急手術治療 仍因腸胃道出血等其他病發症 住院近兩個月不治死亡 那後來有找皮膚科跟外科介入之後 然後共同一起努力的話 在他一些發病的一個組織的地方 去取得這個檢體 醫療團隊表示 汗生病是麻蜂分支感菌 引起的傳染病 近十年來 臺灣每年新增個案 大約十到十五例 到多時東南亞地區境外移入 主要是侵犯皮膚黏膜 周邊皮神經 因此皮膚 會有紅色或白色斑塊 嚴重的話恐怕四肢潰爛 潛伏期可長達二十年 因為個案來臺六年未曾反向 醫師懷疑個案來臺之前 就已經感染 而且個案還合併螺絲現象 也就是過敏反應 引起壞死性血管炎 才造成病程快速惡化 醫師提醒民眾 如果是有長期東南亞旅遊史 或是當地移入的民眾 出現異常皮膚症狀時 千萬不要忽略一些罕見疾病 例如汗生病 請儘速到大醫院做詳細檢查 以免延誤病情 記者 為您查播最新的交通意外 今天早上七點鐘左右 台東市的資本區地區有一輛 滿載到市區高中和國中學生的箱型車 行進台東市外環道時 和一輛迴轉的灰色轎車對撞 箱型車駕駛當場沒有呼吸心跳 車上的親民學生大多是清商緊急送醫來接受治療 持續帶你來看到的是新冠疫情之後 全球各國都出現醫護荒 澳洲有偏遠地區的醫院 在缺人手之下 以VR虛擬實境的技術訓練 護理師學習醫療新技術 戴著VR眼鏡 穿著藍色護理師服飾的女子 一邊動張希望驚嘆實境演練的情境 手上一邊動作協助情景中的孕婦生產 這是澳洲昆史蘭的醫院 最近實施的訓練模式 在助產師的指導下 護理師能夠透過VR虛擬實境的技術 協助產婦生小孩 澳洲一名專業助產師 平均年薪大約五萬多的澳幣 換算台幣超過一百一十二萬元 在市場的需求大 就業際會多 但是因為職業風險比較高 出現了人力斷層的現象 根據了解澳洲昆史蘭 只有伊薩爾山市的醫院有助產師常住 其他西北地區的醫院 跟衛生服務中心都沒有 但昆史蘭部分地區卻長期缺乏人力 即使薪資比其他地方高 也無法吸引專業人士依據工作 為了訓練現有的護理師 但助產工作 醫院實施VR課程 來代替實體課程 從VR學習助產的課程 早在二零一八年 就由澳洲紐卡索大學護理學院推出 能夠透過虛擬環境的課程 讓學習者融入其中 親自動手操作 增加在臨床上的助產經驗 目前這種類型的虛擬實境課程 還要進一步地開發 希望能夠在昆士蘭的整個地區 提供給各醫院的護理師學習 公視新聞陳盛編譯 法國當代藝術家大衛 夸約拉以電腦程式運算法 產生印象派風格作品 對於近來 人工智慧 在藝術領域引發了爭議 甚至來到法律訴訟 夸約拉強調 在這個科技與藝術界線 模糊的時代 人本身的創意 仍然是藝術最根本的動力 牆上懸掛著許多大尺寸的電視螢幕 播放著動態的影片 這並不是電器行裡的電視機專櫃 而是二零二三年度佛列茲當代藝術展 現年四十一歲的法國當代藝術家大會夸約拉 以夏日花園為主題 運用事先寫好的軟體程式 把攝影下來的影像 透過電腦演算法 以印象派繪畫的手法 在多個螢幕上顯現出來 興起於十九世紀後半的印象派 目前仍有不少作品流傳 也經常成為各地畫展的主題 夸約拉認為印象派以大自然為對上的畫作 啟發他這次推出的作品 很早就開始嘗試以電腦演算法 作為呈現作品的途徑 有時候還配合現場音樂演奏 讓觀眾同時有視覺跟聽覺的體驗 夸約拉主張演算法甚至是人工智慧 不只是一種工具 而是藝術家展現作品時的合作夥伴 當然藝術家這個圈子裡 並不是人人都贊同夸約拉的做法 當人工智慧開始被用來產生藝術作品 美國甚至有藝術家提起訴訟 宣稱人工智慧涉嫌抄襲創意 侵犯智慧財產權 藝術評論家則指出 科技與藝術的關係其實不需要那麼緊張 面對科技與藝術越來越模糊的界線 夸約拉認為藝術的核心是人類本身的創意 而這是機器所無法取代的 公視新聞許家人編譯 繼續讓我們起來關心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再次,見面對科技和展望 對科技和濾的次數 ved一下,見面對科技 今天的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公序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那是鄭惠仁 哪乾的